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上周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进行了其上任后的首次访美之旅 为期四天的行程中他多次鼓吹美澳合力遏制中国 马尔斯还提出美澳军队将实现可以快速胡缝运作的互唤醒 马尔斯直接表态让人感觉他已经准备好充当美国的一个前沿战区司令了 以澳美军力对比来看 所谓互操作性或互唤醒 无疑将是美方对澳军的单向操作 结果是澳大利亚军队被更大程度地整合进美国全球军事体系 任华盛顿驱使 正如部分澳美所言 马尔斯不但自我降级 还事实上矮化了整个澳大利亚 这无疑于对美交出主权 澳大利亚国防军由此变成美国的外挂 澳大利亚成为美军的一个前进基地 在华盛顿还遮遮掩掩地表示 无疑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 澳大利亚已经几乎不再掩饰 在军事上把毫不相干的中国作为最大家乡敌 甚至一次次冲到了华盛顿的前面 在此过程中 澳大利亚防长也成为堪培拉 对华最为激进的角色之一 如今新防长马尔斯的形象正在变得模糊 从东京到新德里再到华盛顿 马尔斯针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一系列论调 让人越来越分不清他与那个极端反华的自由党前任达顿有什么不同 短短不到两个月 马尔斯加速颠覆着外界对华理性派的印象 也让人对澳新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意愿产生更多疑虑 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以后 中澳两个国内关于双边关系的破冰有很多讨论 一些部门也陆续在进行接触 但从达顿到马尔斯两任国防部长都把中国作为战争假想敌的延续性上 足以说明美国对澳大利亚尤其是军方影响之深 折射了当下中澳关系改善所面对的复杂挑战 美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地缘战略盟友 这是澳美两国之间的事 但不容否认 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伙伴 这也意味着不与中国发生冲突同样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所在 莫里森政府严重带偏了方向 澳大利亚这艘船如今在安全和经济的平衡上已经出现了严重倾斜 越是这种时候 澳大利亚人越应回味前总理霍华德的告诫 敌视和遏制中国不仅有害而且危险 一些危险的苗头已经在出现 堪培拉越来越频繁地学着华盛顿的样子 在南海搞自由航行 甚至对中国搞抵径侦查 澳国内的有识知识 包括政界人是商界精英 知识分子和民众正越来越担心有擦枪走火的风险 说实话 从偏安抑郁的舒适位置 硬是缴合到地缘政治冲突的第一线 澳大利亚所做的 其实是在把自身莫名其妙的变为华盛顿的战略资产 这会让它更有地位还是更加安全 堪培拉如果真为自身国家利益着想 就应如马尔斯坊长自己曾说过的 真正认识到将中国侍卫敌认识已 不忍欣华监视协谛 非凶敌女价格 也有声